不容易心動 踩在哪裡 馬上還可以拍攝 拍得好 拍得好 你指射是否打完就算了 到哪兒去了 finderilla 他在哪邊 肯定是ynard 肯定是ynard Kinder他也是ynard 他們 他們坐那個 他們坐小白有的車 小白有的車 你開玩笑就表示你對這邊 這片土地對我們阻力不尊重 很容易很容易發生事情 好 那注意安全 小心 當你常進到山裡面 你會慢慢發現到 山裡面的地形 路線 你要怎麼去走 對 這個都是經驗 但是很難說一天兩次 一次兩次就可以學到的 對 比如說你在削東西 或者是很多的器具 都是靠著一把刀去完成的 但是你怎麼樣靠一把刀去完成 就是經驗跟時間的累積 小心 我們為什麼不只這樣跨過去 小心 跨過去就好了,你沒有用爬的 小心這段火 踩水壁 踩右邊一點,踩空 往右邊走 踩右車一點 要先走嗎 我們先走 心裡只有一個好賭 就是因為那條路一直有很多石頭 然後就一直凹凸不平 然後高高低低的 然後其實幸運就覺得 我們真的是走在一個 我們平常不會到的地方 還覺得… 就好像要去冒險的感覺 還滿期待 但是又有一點害怕 來這邊會滑 我們側身 側身 對 側身 抓著,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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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吧 好 這裡不可以 好 停吧 可以了,可以了 好 好 好 這裡小心 沒有 要淺一點嗎 好,來 小心 在哪裡 好,看到了 沒有 要淺一點嗎 好,來 小心 在哪裡 就像最好 有些小魚 有些小魚 泥土很滑和鬆 我們要靠大家 就是可能互相附下大家 然後確保 譬如每一步 這塊石頭不能踩 我們要不斷傳它 逐個傳到後面 對大家說 一棵樹不能捉 那塊石頭不能踩 而去完食 希望可以平安回來 你打瓶,你要不要再高 我可以打瓶了 你打瓶,你要打瓶 你打瓶,你打瓶吧 你打瓶,你打瓶 你打瓶,我能打瓶 你打瓶,我能打瓶 你得瓶,你覺得你已經打瓶了 不要再走 最後我了 好 暴風 棄 可以 不要再走 好,好好站住 似乎有嚇到我前面的隊友 就說你不要再站著,你走了 你站起來 蹲…不要再走了,蹲 蹲下來,走… 因為教練其實有說 盡量身體低著或者往下滑著走 但因為我想說 我平常就有在走,其實挺熟悉的 然後因為蹲著走,速度會比較慢 然後也會比較不好走 自己比較熟悉的狀態下去 操作這個下坡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就是一個不注意 就蹲…就下去了 但是因為路程還滿窄的 然後有快速的止住 而且因為我們有聽教練的 就是我們有側身走 所以其實我的褲子只有左邊髒掉 我的右邊是乾淨的 所以有聽教練的話 就是有止住,我們只側了一邊 沒有蹲…滾下去 來,我這邊發現到瘦骨 很瘦,這個嗎 對,這是山腔的頭骨 為什麼… 牠被吃掉還是… 可能被一些大型的動物咬 對…這是牠的下餓 超完整的 真的… 你看到嗎 很誇張 有嗎 鹿鹿,鹿 對 鹿鹿,是嗎 鹿鹿鹿 要不要看看 這是鳥的… 不是,牠是動物,對,走在路上的 我不知道 不然牠們會釣掉 這個坑有漏到樹根 就是牠之前的症状 有牙齒 對,牠一定有牙齒 因為牠會吃草 這是牠四肢的褲子 牙齒是最難分解的東西 你看這個褲子 牠應該是被攻擊,斷掉了 對,一般牠會完整性 現在… 你看 猴子,好像猴子 你看,這是完整性的… 然後這邊是已經脫落 可能有收過傷 對,所以牠爛掉的時候 牠就去脫落 那牠去世了多久 這應該有三、四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 對… 對,夏天的時候牠腐爛得比較快 因為蒼蠅天氣熱 對,所以天氣熱的時候 蒼蠅就會過來 譬如說牠死了,會過來 牠在那邊殘亂 會蛆,知道甚麼叫蛆 我們第一天不是有吃蜜蜂的蛹 類似那個 對,牠成蟲的時候就是蒼蠅 就是吃牠的肉 對…牠會長很多肉 然後吃牠的肉 慢慢長大 即是像獅蟲 對 類似牠 都是三、四個禮拜,真的很快 我看到牠的毛 對,牠就亂掉了 牠可能死在這邊 對 其實那一刻也挺震撼的 因為我好像沒試過 我走山的時候看到動物的骨頭 剛才那隻動物是類似一隻小驢 一隻鹿還是小驢的品種 的動物,很小隻 原來牠死了幾個星期 已經可以敷成骨頭 我想這個體驗我們未必平時會看到 進去之後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看野豬走過的路徑 如何認識野外時 如何找到動物的痕跡 令我們可以更容易找到牠 來捕捉牠 之後就看到一個 生餐的屍體,頭骨 那時候其實也不太害怕 因為牠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很清晰地看到 原來肉強食的森林是怎樣的 小公子在那邊 踩上去一點 踩,踩右邊一點 踩空吧 往右邊走 踩右車一點 繼續走嗎?你先走 前面走 對 來 往那邊 往那邊 做這個樹枝 但下面的燈部有點鬆 對,要小心 今天用手… 這是橫頂… 你這個一定要抓緊 安全一點,慢慢走就好了 踩穩… 因為打手頭 好,超級多次 你往左邊,我跟他講怎麼走 你先上去… 我說你,你先上左邊 我跟他講左哪裡 來,左這邊 很多次 對,直接跨過來 旁邊一次 上去,很漂亮 你先上去,我先上去 那個細的,不要抓 這個也不能抓 那個一拉就斷了 甚至往後倒 教練不斷再三叮捉他們 每走的一步路 每一個判斷都有可能對生命造成危險 要生存下去 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眼看四周,二聽八方 留意每一個細節 不是,這個… 抓到了… 這是甚麼 怎麼抓了 每一個… 不知道,我剛剛抓到了 我覺得這座山的星級應該有七、八星 很斜,還有… 七星,我覺得太鬆了 不是,因為下了幾天 對,所以加了藍刀 如果沒有魚,就會… 就會好一點 對 教練,這個仙巾是怎麼抓的 它是抓動物的 抓動物的 它是… 待會兒,我們走完後會找你們 對 其實我小時候… 我第一次出去跟祖父 因為我是… 阿公、阿嬤太大的 因為他們畢竟是在那邊生長的 所以他們就是… 可能每一個禮拜要去三天、四天 而且那時候我小時候很小 可能幼稚園、狗小的時候 因為都想要養動物 可能人家會養狗、養毛 但我們也有養 可是會想要養一些不一樣的 我每次打電話過來 我都會說,阿公,我要活的… 我外公都會盡量滿足我 他會帶活的回來 可是基本上是都養不活 因為小時候根本不懂 因為… 那個動物,牠們是在山上 牠們的活動範圍是在山上 那打獵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文化、是一個傳承 已經慢慢地視為了 已經越來越少人去接觸這一塊了 我們要做牠的一個彈弓 彈弓 來,看一下 有過了… 來,待會兒這個地方… 這地方用跨的 直接跨到這邊 好 好 我可以… 等我一下 好 小心… 很滑,真的 這要跨過去了 跨過去… 跨,你就踩過去 可以嗎 可以 小心 小心 教練,這一關你除了帶牠們… 教練講的 牠長起來 其實會介紹周邊的環境 野生動物走的路徑 我看到了… 有限制的地方 對 這邊有一個比較窄 這裡… 就會變動物了 你走過去看到 憲哥 這個就限制 跨過來就好 對 這個打得深 下坡的時候是打… 來,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邊 一條路 對,這一條路 然後它到那邊就要分岔 從那邊也可以接到這邊 這邊也可以往下走 所以我們的… 它這邊算是主要的路線 它從那邊走,從那邊就分岔 所以我們放陷阱的時候 我們就是放在它主要的道路 對 所以待會兒我會在這邊設一個陷阱 對,設一個陷阱 好 然後我們放的陷阱是 我們傳統的陷阱 來 好 斬了一些… 斬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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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樹 我們今天做最多的 砍樹 我這個砍也很容易 它這個大刀,我們的小刀 小刀砍 教練,為甚麼要砍樹下來 因為我們要做它的彈弓 彈弓… 來,看一下 好可怕 莫達不是這樣反彈嗎 對 我們那個線就會這樣子綁著 它一反彈的時候 它那個圈圈會縮小 它踩到之後… 觸發之後,它就會縮起來 那它越掙扎就會越緊 因為我們… 這是傳統陷阱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預備一個鋼索 來,仔細看… 我們這幾天不是有教那個鋼索 在以前… 更年久的時候 我們的長輩 他們是用鋼索當… 這個…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比較好取得 對,所以用這個鋼索 它其實比較耐 像… 如果鋼索馬的話 可能… 下雨或太陽… 下雨或太陽… 它就會很容易就… 爛掉… 斷掉 對 我們在砍這個的時候 上面一定要有一個開叉 防止它脫落 對 防止它脫落 然後我們就量它的距離 走過來的路上 我們有看到黃藤 有沒有注意到 很粗 對,我們就是用黃藤 去做它的陷阱的一個… 觸動的一個… 這個…什麼工具 這個我們會插在圖裡面 好,這邊是它主要的路 這邊稍微清一清 這都是長輩教你們的 對啊 像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以前的祖先 一個一個慢慢傳下來 他傳給我的爺爺 我的爺爺傳給我 一直慢慢傳下去 幾歲就開始… 我們一般都是大概… 差不多國小那個年紀 就會開始… 就會上山 對,就會去了 以前沒有那麼近 都是走二十幾公里的 對,都是二十幾公里 所以沒有辦法當天來回 有時候就是要住那邊 可能住三天 短的話大概三天 你時間上也有可能會一個禮拜 因為以前這邊沒有甚麼跟著地 他們以前種香菇 都會跑去… 跑回去我們的舊部落 離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部落大概24公里 比較遠的就是他們金陽跟庇後 如果從這邊走回去要七天以上 對,很不方便 就是以前的族人女子不方便 就慢慢慢慢牽下來了 我看不到… 來,你們仔細看吧 我看不到… 往前一點點沒有關係 我要往旁邊靠… 不要牽滾翻 它這樣挖進去 它剛剛不是一個摸字型黃藤嗎 我們叫瓜粒 你把那個瓜粒打進去之後 它會卡住 你弄的時候要用尖的形狀 如果你直直這樣子 因為木頭反彈的力量很強 我們這叫毛粒 毛粒的力量太強了 它會把它拔上來 所以你要插一個斜度 然後要併起來 它這樣才有得住 打緊之後 看小葉教練現在用的 然後放下去之後 它不是會一直想要反彈回來 中間有放一個短的木頭 然後我們再放一個橫的卡住 然後方便會鋪一些裝置 動物一踩到的時候 它一彈下來 它觸發之後就… 等一下會示範影子給你們看 要不要拉拉看 看它的力道有多夠 我打到刀眼就… 要抓緊 我打到刀眼就糟糕了 手滑了…不好意思 人別靠近了 好 小心… 人走開 很害怕 人走開,鋪圖不斷 好,可以 它現在小葉教練放的那個 就是讓動物踩的 我們會放板子 沒有的話就用木頭 這樣放下去之後 它那個橫桿是這樣子 木頭這樣壓著,對不對 然後它一踩的時候 這個木板會滑脫 一滑脫,它就彈起來 就觸發了 這就是以前祖先的智慧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這邊 各個國家其實的先住民都有 對 傳統圈景的方式很多 有一種是用石頭的 抓老鼠用,抓老鼠跟松鼠的 還有套脖子的,很多種 還有小鳥的 來,開始收集下 你們手邊的枯樹葉給我 來,枯樹葉 你一個人剪一把給我 枯的 不要綠色的 盡量不要綠色 因為動物不會踩 它們可以看到 你… 它們會區別嗎 綠色的在地上 它會覺得很奇怪 動物其實很聰明 有一點智商 好,這邊都會… 先這樣,來,注意看 把它蓋起來 我們先示範給你們看 我們會藏在邊邊有草擋住 有時候會去找那種樹皮或樹精 像月桃那種,有沒有 或是乾的那個枯樹枝 放在旁邊稍微扣住 看不太出來 來,注意看 現在教練要示範 動物這樣踩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動物這樣踩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因為木頭的力道真的太強了 所以其實可以調整 如果你要調弱一點點 你的線徑拉長一點點 它的反彈力就不會這麼… 這就是傳統陷阱 被釣上去之後 它就… 它越扯會越… 越近… 越近 對… 因為它有重力 像這種磅樹的話 四、五十公斤都可以飛上去 對 這種鋼鎖是不怕拉扯的 它的拉力都有到一噸以上 甚至兩噸 但是它判苗 好 它這邊不是很多樹跟雜草嗎 一直繞… 它會捲來捲去 然後後面它會開花 開花,再拉下去 對… 所以我們剛才發覺 所有原住民做的事情 真的不只是… 你們覺得原始人那麼簡單 其實他們很文明 他們想的東西 他們設的陷阱 又要注意到 可能用的力度、長度 一些力度的工學 其實所有元素都有放進去 所以真的很厲害 一開始看的時候 還看不太懂 它到底是怎麼擺放設置的 然後後來我們自己實作的時候 發現以前的人真的頭腦很好 就是可以這樣想到說 要這樣放 然後他們經過就會這樣把它吊起來 今天看到傳統陷阱 就覺得威力真的比想像中強大 因為我會看生存節目 在這裡之前我看過 但是就看到 為什麼有一個東西就這樣被夾到 然後就抓到一隻了 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今天看到就覺得 就是真的會很緊 越掙扎越緊 然後就敗了 其實放的時候,人不能這樣 因為如果你一雙脫 就有屈膝 其實在山上,這種木頭不能亂選 有些木頭你要專門看 因為有些木頭剛開始有彈性 一個禮拜之後彈性變弱 但是豬有可能一個月或半年之後才走 它定型,走過去有放跟沒放一樣 如果像我們說的猴不爬 我們說的極速就窮 那個放下去半年之後 它一樣彈起來 所以你不能亂選木頭 要不然你就擺放了,沒有意義 就蟲樹 有看到蛋白質嗎 它只能抓住 不要抓住 各位 Sarika 來,這邊我們待會兒是走下坡 好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交代說 下坡的時候身體怎麼走 然後你要抓一些 下坡用腳跟走 輔助的木頭的時候要看清楚 不要抓到軟的 下坡用腳跟 打斜 走,慢慢走 拉梳了 來,慢慢來 車伸 你有看清楚,樹 有一個小時候我自己也等到 來,看這邊 這棵樹有沒有看到 爛掉了 對 不要去撐 你會直接摔下去 所以慢慢地 這樹藤可以抓 先看穩 可以不要踩那個樹 因為那個樹已經敷了 甚麼樹 這個樹不要塗進去 因為這個樹藤就可以抓 那個樹敷了,不要… 好 不要抓 樹藤可以 有看到蛋白質 它只能抓到樹藤 不要抓錯 好,很漂亮 Sarika,你還可以嗎 不是 我不想看,很害怕 我們今天可以加菜 你下去,我都… 來,可以下來一點 為什麼你要中間圍棋棋 不…你也要下去 我先下去 你下去… 冷靜… 槍 三槍 好像是弓的 好像是弓的 弓的 對… 死掉了 我小時候就是看我父母親 父親去狩獵 已經去到山裡面 都是三天、四天、五天 甚至更久 然後回來就會帶很多獵物 那時候我的心態 就是跟剛剛那些女生一樣 哇,好可愛喔 你怎麼會有血 你怎麼會把牠抓起來 但是 當我們在山裡面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牠就是我們需要的 而保足我們的食物 對…那怎麼去轉換那個心情 就是… 第一個,你必須去了解 你現在的處境 是什麼 對…你在山裡 不靠這些野生動物 牠其實是上帝給我們的 馈贈 祖先給我們的馈贈 牠是給我們… 讓我們去保足 讓我們能夠在山裡面 能夠去永續我們的生命 或者是家庭 對… 因為我們… 本身不是住在山下 我們原住民本身都是住在山裡面 而且我們從這邊步行過去 就要走七天 才到我們的舊部落 所以你在裡面 很多資源是… 不是隨手可以取得的 更是沒有山溪啊 手機這些東西 所以在山裡面的時候 這個山就是… 祖靈,我們的上帝給我們的… 我們原住民常常開玩笑 說我的冰箱就是這一座山 所以那個冰箱的意思就是 你的食物來源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從你抗拒 從你去接受 從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口裡面 我覺得這個…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處境 第二個,你必須去接受 第三個,你必須要去延續你的家 延續你的生命 你必須要去學習這個技能 對… 當你慢慢學習到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我們烈道的時候 我們的心態不會覺得 是殘忍的 我們的心態不會說是 好可愛 他怎麼就這樣走了 對…你會開始感恩 因為當你一天、兩天、三天 甚至時間更久 一週都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 你第一個會想到的是 我放在陷阱,抓到了 你會去感謝這山裡面的祖靈 我們的上帝給我們 讓我們去保住 小燕 他很厲害 來,借過… 你們不要動… 你糟了,糟了 我要做甚麼東西 那就是三槍 很快要動 這是把握 這是他的… 還沒有很硬 還沒有很硬 他的路容… 真的碎了 你好 拉下來,這顆不要… 注意看這顆木頭不要撐 會斷 他是剛剛的 左邊你們討厭他 陷阱… 可能昨天吧 他還要叫聲 糟了… 可能是昨天都在下雨 沒有陷阱 我在糟了 教練,這是你射的陷阱嗎 沒有陷阱 擊掌… 現在覺得有點… 是教練有點可憐 這顆樹柳 他還沒死掉 多噴 好大的樹柳 怎麼了 因為他不太殺身 所以他看到他還有生命 他還有叫 他就覺得很可憐 因為其實文化差異 對我們來說… 因為這個在我們這邊 就是因為以前 我們肉類取得不易 所以我們主人就在山上 放置陷阱 你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肉 有時候甚至可能一個禮拜 是全家人 甚至整個族人一起吃 所以以前… 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 其實我們小時候 當初在學的時候 我們也會覺得很可憐 或怎麼樣 其實…但是身為獵人 你就是不能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們會尊重這個生命 感謝他這樣子 就是讓我們能夠活下去 那我小時候跟阿公去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很殘忍 因為小動物 那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一定會害怕 我說阿公不要… 我說不要打死他… 阿公那時候在山上會罵 因為你活的動物 你不好背下山 牠會亂動 有時候你去深山 獵物比較多 你可能不是打到一隻 可能是三隻、四隻、五隻 那你一直在那邊動 那個重心不穩 你這樣背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危險 因為以前日據時代 那個路都小小的 旁邊都是懸崖壁 看牠們那個褲的樣子 會想到我自己小時候的 那個第一次的反應 那第一次、第二次都會覺得很… 然後阿公有跟我們講 牠說你根本就不是… 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就不是泰雅族的 你不是原住民 你不配當獵人 就是丟牠的臉這樣之類的 因為牠們的觀念 牠們根本就沒有懂什麼 沒有什麼小可愛什麼 就覺得好可愛 沒有這個名詞 因為以前早期的時候 牠們住在深山裡面 根本是吃不飽的 每一個都收不拉吉的 連衣服、鞋子什麼 都就是衣不避體這樣子 那所以牠們… 而且蛋白質你取得不易 肉類你根本取得不易 有時候你可能獵團出去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有可能你空手而回 那每一個豬人都要餓肚子 那你就只能吃一些 可能魚啊 甚至魚沒有 你就只能吃一些地瓜 南瓜、小米之類的 所以對肉類是非常珍惜的 那我們打獵的時候 其實對阿公那時候跟我講 他說我們… 雖然我們是… 以現在來講是叫殺生 對某些人來講會很殘忍 但是以我們的角色來講 因為我們是獵人 我們背負的責任 不單單只是我們自己 是還有我們後面的人 有可能是你的孩子 有可能是你家裡的長輩 老人家 或甚至是你的主人 所以後來牠一直慢慢 不斷灌輸我這個觀念 我才覺得… 才慢慢開始能夠接受 當時大家的心情都很驚訝 很沉重 因為我們真的沒試過 見過一隻活生生的動物 垂死在我們面前 其實第一次看到我有點害怕 我覺得這也是自然反應 不想看到血腥的畫面 所以我就有點害怕,我要避開 其實當時也覺得 以一個好奇和學習的心情 去走這個山路 直至真的… 我記得當時站在第三個 第一個是Sarika 第二個是Pony,然後到我 Sarika前面… 我不太記得牠們前面兩個 是誰發現了有一隻獵物 我最初看到一隻叫Sanjan 應該是六科的一個動物 牠躺在那裡 第一眼看到牠是不動的 我看上去其實沒有很大感覺 我知道牠中了陷阱,然後牠就死了 我再走前一點 牠動了兩下 然後牠叫了兩下 那一刻開始有點… 刺激到我的情緒 但我本身也算一個冷靜的人 我也很冷靜地看著 我覺得自己也不會有任何情緒 Sarika…因為牠不可以看到殺身 牠就已經哭了 其實我一開始…因為我走很後面 然後從一開始Sarika就… 我聽不懂,前面牠們三個人 就三個人兩個,一個玩兩個兩個 然後之後轉頭看我,全部都在哭 我想說怎麼了 然後我往前一看就是 原來抓到一支三槍 對,然後就覺得原來真的…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幸運 我們來這一趟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畫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對,就是很珍惜那個時刻 我剛好那個地方剛好是下坡 然後我就一個轉眼看到 教練把那支拉出來、拖出來 然後我還在確認一下 那是真的嗎 因為就是太突然 因為原本都是甚麼… 小小的樹、會割人的草 或是一些爬來爬去的東西 然後突然一個轉眼看到被拖出來 然後我就愣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是真的 然後…可是當下沒有甚麼感覺 當下只是想說,不到了 對,是因為他… 後面我會開始覺得很可怕 是因為他還在掙扎 他是還有一點點生命的 然後我才覺得我心裡不是怕 我是覺得很可憐,對 他會做甚麼感謝他的行為嗎 還是就是心… 有時候會…像現在有時候會 會再點一根煙,有時候會 就是…除了感謝山城 有時候就感謝他 欣賺他的行…欣賺他的行命 對啊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的祖先賜給我們 不要開玩笑 你有需要,他就會為你預備 對 你沒有需要 其實你來很多時候 都是空空的回去 對 比如說你冰箱 你已經家裡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那時候已經不需要了 但是你到山裡 你不可能說都會有 他不會讓你一直存機在家裡 對 所以我們到山裡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沒有了 他就會為你預備 對,這都是讓家跟族人 延續生命的一種生存方式 對 那會先…就是如果看到他的掙扎 會有方法讓他早一點解脫或甚麼 有,再一次吧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不是,膠底嗎 沒有,對… 直接用扛的 再夾汁拿吧 夾汁,放下去乾嘛 你的夾汁記得 很鬆嗎 夾雜汁就下去了 媽媽,就是… 他叫真的很湯 有時候求生是一種很殘忍的… 他身上會處理它嗎 沒有 不會處理的嗎 好… 他已經一整一洗了 他已經拔了幾點 對,他要把繩子弄掉 他已經拔了幾點 對,不要用繩子弄掉 你把繩子弄掉 什麼 那裡是不是很老天啊 鞋子弄掉 很快… 很快… 你要繼續放嗎 對 我也是很可愛 我開始要拍過 不是 這個先猜拔 牠是小寶寶嗎 沒有,那個是成年 已經是成年了 像我們在狩獵的時候 牠們會有繁殖的時間 還有小動物長大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都不會到山裡放線條 這段時間就是我們狩獵的時間 對,狩獵的時間 我們都是抓一些大的 沒事吧 大家先把它拆掉 好,走 我覺得很乾 好,謝謝 神秘 小心 不想看轉身 要用鳥的,用蕉蕉可以 這個有聲音 讓你們轉身… 給他看 教練他奄奄一息… 他已經要死了 那要了結他的生命嗎 鼓勵過程 不用,他現在就要死了 現在就要死了 他現在就已經要說再見了 但是為甚麼剛才會叫 他就是已經快死了 差不多了 我以為… 但是他還要死 對,但是已經差不多要死了 我們給他一集閉面,你們要看嗎 閉什麼 就是讓他直接死 我怕你們…那個畫面 就是怕你們會受不了 對 我看到他直接嗎 對,所以我們就沒有… 正常來講,我們會直接把他弄死 可是他已經快死了 我們就不會再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他已經安全了 對,這樣就快點結束痛苦的紅蝶 你不會丟掉 有時候我們會直接用腳跟 用一隻頭 有時候是用甩的撞頭 就是撞石頭或是… 不要了 對,所以你們就一直這樣講 要不然就是用刀刺 這個就交給我們的… 他的… 獵人 獵人 他的獵物的主人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獵物 但節目播出不代表大家可以… 就是欺負小童 這是一個自然的生態 他們是為了生存 你們不敢看,你們可以回頭 不要看 現在是要怎麼處理 你們這樣我們要怎麼下手 現在要怎麼處理 你們轉身… 不想看,轉身… 要不然你去那個 用那個直接撞,用那個 我問鳥 對,用鳥的撞也可以 這個聲音 讓你們轉身… 給他看 一開始我都以為自己還可以 因為… 的確在街市上 也可能見到很多垂死的動物 可能是…我也不知道 生湯的雞,或者魚 其實也好像有見過類似 動物快要臨死的狀況 但這次的畫面就是… 牠在我面前臨死 然後…還要再殺死牠 因為如果不殺死牠 就會令牠更加辛苦 所以其實了斷牠的生命 快一點,其實是… 對牠是最好的 這個武物 當牠真的了結牠的生命那一刻 我真的忍不住,又哭到 但我最意料不到的是 原來那隻動物還沒死 那… 因為我不是… 因為我不是很習慣… 當然不會習慣吧,大家 我不是很欣賞看到動物 因為牠差不多死的狀況 我會有很大的反應 我自己本身… 我也明白的 我們平日人類都會吃肉 例如家禽、肉類 我們都會吃的 但我自己沒有試過親眼看過一隻動物 射在我面前,或者快要死 所以我剛才的反應有點大 我本身以為牠已經死了 如果牠已經死了 我想我沒有這麼大的反應 因為牠是一個獵物 我也很明白人類 原住民也好,我們人類也好 牠是一個獵物,牠是一個食物 如果牠死了,可能會比較好 但因為那一刻牠突然叫 牠突然叫那一刻 我的心真的很難受 我突然覺得很可憐、很淒慘 我也知道我們平日人類都會這樣 但我真的沒試過親眼看見 所以那一刻,我的感覺是… 我自己有一點震撼 而且… 雖然每個人的感受不同 我也覺得有很多感受 但我覺得如果我能用眼睛記下來 那更好 出來 好嗎 好… 好了… 還沒有痛苦了 因為牠們還沒有去經歷到飢餓 這個東西 對 如果牠們真的是在山裡面 可能已經待了一天、兩天 都沒有東西吃、沒有水喝 周邊也沒有植物 可以讓牠們採集、去祖師的時候 當牠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牠們心態才會去慢慢地去調整 最近常常聽到一些新聞 就是爬山、十足、迷路的 有生命跡象的可能是很低的 因為牠們不太認識山林 牠們可能去走到山裡 牠們可能就是… 因為一種心態是 我要去征服牠 這個山多高 我要爬到牠的最頂端 我要去征服牠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一個… 很艱難的 對,當你一個人真的走私了 迷路了 你隨身攜帶的食物也沒有了 你怎樣在山裡面 去得到寶珠 去延續你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在求生技能 在野外求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今天經歷牠們 小時候第一次去撒裂物的心情 所以其實我們要調整心情 而並不是我看到今天這個場面 我就不去吃肉,我只吃齋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個體驗反而是… 告訴我 我每次吃肉的時候 我都不要浪費 或者我們要很感激牠們 其實用了生命去延續我們的生命 要特別去… 尤其是肉真的不能吃剩 牠們犧牲著自己的生命 去延續我們的生命 好,待會我們會走在西高 會有很多這種石頭 就這邊都會滑 所以下去的時候 你沒辦法站著下去 你就直接坐著就可以了 對,直接坐著 屁股坐到腳再慢慢往下抓 因為旁邊也不太有可以給你抓的東西 只有一段 但是這一段就很危險 對,好… 心情有緩和嗎 有了,有一點 好 感覺在不小心打發一隻 對,就這樣 他現在不怕蟲 很喜歡 貓貓蟲 等一下放口袋回去打白質 你可以放口袋 我覺得貓貓蟲很可愛 所以我不太會吃牠 你這樣撥,牠已經死了 真的,對不起… 我贏了 我已經死了 我們慢慢走下來的過程 對牠們有稍微比較好一點 甚至小葉教練還有利用機會 就是講一些笑話 讓牠們稍微放鬆,調適心情 所以我一直不斷跟牠們說 在山上甚麼都可以 最重要就是心態… 你一定要有很大的心理健身 才有辦法 因為弱弱強勢 今天你不吃牠 你可能遭殃的就是你自己 小心,Sarika,左手 不能嗎 Sarika,左手… 蕭丸魚會更滑 小心… 小心 沒事 有人滑倒嗎… 沒有… Tarika,你怎麼又… 你不要一直去想那個畫面 好,不要一直想 你怎麼知道我一直想 因為我看到你在哭 你一直想會對你造成陰影 好… 你就先當下… 沒有… 當下事情,你就先… 因為現在安全最重要 對… 不要…不要… 下去才…才哭 對不起 加油… 味道好大 不要… 不要… 不要燒焦,先烤牠的毛 我覺得還好 你們是… 你不要… 還好嗎 你不要知道 不是我爸… 他們都吃兩片了 只有你一片而已 平坦地龍 甚至可遵 h ο foi vad〔 ب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竹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住鈴鐺 一有新片 馬上通知你